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晚上好 我是老兵莱昂 在这一期节目当中 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下 中国共产党真正惧怕的是什么 民主 民主的骗局 什么是真正的民主 这些话题 这一集我想讲的长一点 希望各位耐心听完 因为在这个信息 爆炸信息泛滥的时代 很多人看视频 五分钟左右就看完了 其实你听不到什么 真正的这个概念 那么我就这个 不说开场白了 我就继续讲了 那么民主 它显然是一场骗局 这是我引用第六门的 这个视频啊 著作当中所讲到的 也确实是 我先给大家来讲一讲 这个民主啊 其实不是美国人发明的 也不是西方发明的 民主其实是在中国 这个上古时期就有民主的 他们的民主不就是 少数服从多数吗 不就是哦 你能多 我这个你能少 OK 多的掌握这个话语权 掌握这个民主吗 是不是 这不就是民主吗 那其实民主啊 你现在就是美国 拿的是一种 过去的那套东西 来玩这个东西 西方 特别是西方啊 拿这套东西 其实这套东西 早就已经过世了 早就已经过世了 所以说 当他们所认为这一套 是先进的这一套 出现了这个 马克思的这个理论之后 马克思主义之后 他们就是颠覆了 他们的这个世界观 那有一些传统的保守势力 他就会捍卫 他的这个 基本逻辑 所以说他们 从 马克思 这个 诞生的那一刻起 他的这个著作 诞生的那一刻起 就一直以来 他们是抵触的 所以说他们的其核心目的 就是要消灭这个 这一套的这个理论 要消灭这一套理论 但是目前来讲 全世界来讲 我记得以前英国有个杂志 排这个 近现代人类的思想家 排第一名的 就是马克思 就是马克思 他是投票出来的 就是马克思 第二是那个 国夫人的亚当斯密 那么 现在 他们没有办法 没有一个人 可以这个摧毁 这个马克思理论 这一套 学说 所以说呢 他会就是 不要以为 这个美国跟西方 他们这种 科技上的强大 他把你弄掉了 东欧巨变 你这个前苏联国家 包括东欧国家 都不信共产党了 说明这倒是不可信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 不是这个样子 那么我就来说说看 这个民主 其实我就拿美国来举例子 他给你A跟B的两个选项 共和党和民主党 其实背后 永远是那一个 你们说那个所谓的 所谓的共机会也好 神秘的这个教会也好 所以说 资本家也好 资本家他也是这个 教会里面的这一帮人 那么OK 是这个 是假 啪 这里是个A 这里是个B 共和党是A 民主党是B 然后你选明你是乙 我衍生出来两个 A和B 让你乙去选A跟B 但是实际上操纵在我 这个甲方的手里 这就是最基本的 这个民主的这个逻辑 那么你可想而知 这就是一种游戏 只不过是通过这种方式 他们发现这种方式 以前都被古人玩烂的这种方式 来操纵这些民众 来操纵这种民众 来通过这一套东西 来控制你的思想 其实是不是在为你老百姓在服务 是为这个甲在服务 A跟B 你选出来的A跟B 其实是在为甲方在服务 这个里面我是引述这个 第六门的这个概念 那当然我也有自己的东西 我今天就跟大家讲讲看 中国共产党 就目前讲共产党 包括中国共产党 它最害怕的 其实就是群众 就是群众 就是民意 我可以说什么是真正的民主 真正的民主 就是老百姓出题 让你政府去做 这个才是真正的民主 而不是说 我给你A跟B两种选项 选完就没完事的 但是是被甲方操控的 是这样的一种概念 那么我们回过头再来看 这个中国共产党 我说过 很多人 包括内心海外民运 西方的反华势力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 包括这个一些 香港的一些废青也好 包括台湾的这个 民粹台独分子也好 他们一直在这个 想要这个 颠覆这个 这个就是中国政权 包括有一部分人呢 其实 特别是在网上 我们既然是 是评论老百姓 我们就用网上的这个 现象我们来讲 很多人他都是骂习近平 很多人都是骂 某某某某个执政者 或者是轮子喜欢骂这个 陈词滥调 就是说江大蛤蟆 说江泽民怎么样 其实他们 所想要这个反 包括他说这个中共国也好 然后说这个大陆酸民 不是我们大陆不是酸民 他们是酸民 说大陆的老百姓也好 怎么样 其实他根本的这个 想要抗击他的这个方向 就错 错掉了 我之前在视频里 上个视频里 我讲过了 你要想要干掉共产党 你就得 干掉他的理论体系 理论框架 但是目前来讲 几个世纪以来 没有谁能 在思想上 能超过这个马克思 西方人他自己 英国人他自己也 评选出来思想家 就是马克思 那OK很多人他没有这种水平去 去撼动他的这个 理论的这个基础 你去看 没有一个理论 可以去撼动他的基础 所以你又搞不了共产党 那有人说 那前苏联很厉害 前苏联他怎么倒台了 表面上看来是美国的这个 通过这个杜勒斯的 和平演变战略 这个 这一套 去把苏联给搞解体的 其实不是 美国把苏联搞解体的 一个是苏联自己 最大的原因是中国 中国在 苏联解体当中 起到了这个核心的作用 这个呢 我后续 这个风云论坛 第七集 我会和这个 第六门 这个 讨论 这个话题 给大家做一期 风云论坛 前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敬请各位期待 那么在目前来讲 中国的这几些的 这些环境 我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我拿人体来解释吧 好吧 那么 你如果说 干不掉他的这套理论体系的话 那OK 你基本上是 撼动不了共产党的 习近平也好 谁也好 我已经说过 铁打的银盘 流水的兵 铁打的政权 铁打的理论体系 流水的领导人 他不做 另外一个人做 他在这个大的一个理论框架体系内 他可以无限的去运作 哪怕 一个月两个月 没有 一年两年 没有这个 一把手 这个交椅 这个人 这套体系 还是会自我运作 自我运作 那么 中国共产党的 这个执政的基石是什么 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很多人都不懂这句话 以为这是他喊口号出来的 其实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也就是说你老百姓的名义 是给他出的题 给他出的这个题 让他去选择 他去做 这个是真正的民主 其实中国社会是真正的民主社会 人民民主专政 这个意思 因为他 这些这些人 他的这个执政的当局 他也是 他也是这个血液 也是从人民当中 老百姓当中上去的 老百姓当中去上去的 所以说 他的一切都是来源于这个 就JAVA这个架构 这个体系 就是你们搞IT 你们知道 这个叫JAVE 这个架构体系 从这个里面出出去的 那么现在 由于这个 西方啊 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呢 他也讲过 由于这个 如果我们站在上帝视角去看问题的话 其实美国的 他的这个政权的出现 就是为了来搞掉中国的这个 中国 搞掉中国 那么一直以来就是都是这样的 大家知道吧 以前的英国 包括欧洲的那个大航海时代 他的原因是什么 他要寻找东方 就是寻找中国 这是他们的一种启蒙 这是他们的启蒙 寻找中国 中国的香料 中国的瓷器 这只是一方面 他要寻找你中国 他才开出这条航线 也就是所谓的西方的这个细菌 他从一开始 他就是要找东方的细菌 来这个 消灭 来消灭 所以说才会有大航海时代 在很多的这个航海的这个 关卡上面 都会被他们给占据 包括 由于这个 二战 这个就太广了 由于这个二战 日部落帝国的这个 这面大旗 其实已经交给了美国 美国他就是为了 消灭你中国 才这个存在的 那么这个 里面有一个局 至关中的一个局 是什么局呢 中国的这个 五星红旗 五星红旗 你要去看懂这个这面旗 这个旗 他不是说 就这样随便找个人 随便弄出来了 红色 是什么 苏联 也就是共产党 红色是共产党 五颗星是什么 美国的星条起 他们两者 结合在一起之后 第一个 红色已经被 中国人 被华夏人 给消灭了 也就是苏联 接下来是不是 你看美国 现在的这个内乱 以及他现在越选 越差劲的 这个台前的这个人 我不说总统 就台前的这个人 越来越差劲 再加上这次新冠疫情 直接使他这个国家 已经衰脱了很严重的 内乱的 危机的爆发前夕 是不是已经开始 都在验证这些事情了 那么我来讲讲看 为什么包括墙也好 掐也好 如果说把中国 比作一个人体的话 显然共产党是CPU CPU就是这个大脑 大脑里面的这些神经 这些养分 就是这套理论 那么OK 由于我们 在科技上 就是 长期是不如 这个西方的 再加上他们 打垮共产主义 他们最大的一个 套路是什么 最大的武器 不是那些剑炮 枪炮 不是这个东西 是宣传 宣传 就是 这也是技术 就叫无线电波的宣传 无线电波的宣传 就是在你的 这个国家附近 建立起 无线电波 宣传系统 来摧毁你 来 因为你有宣传 宣传你可以让人 勾起某些人 汉奸也好 这个恨国党也好 他们勾起他们的 这个心里面的 这个内心的 这些东西 让他来乱 他自己 他知道 在军事上 没有办法 跟你这个进行 这个消灭 他也不敢这样子搞 他就是 勾起你能的 这个 反抗的这种 这种欲望 他给你炮制一套 假的一套东西 美国跟西方 最善于 就是无线电波技术的应用 以及掌握 现代传媒的这个应用 传媒的应用 那么 我举个例子 大家都知道 1962年 古巴导弹危机吧 是不是最后 以这个赫鲁晓夫的 这个苏联 撤除这个导弹 结束呢 你们大多数人 是不是都是这样认为的 没后闻了 是不是 其实不是的 苏联在古巴 撤了导弹 作为等价交换 美国在土耳其 撤走了木星导弹系统 但是你听上去 经过这个西方的宣传也好 你听上去好像 是美国赢了 前苏联输了 这就是他们善于 用用这套宣传的这套本 掌握无线电波本事 这个苏联阶级当中呢 有一部分呢 是欧洲自由电台的 这一个功劳 欧洲自由电台的一个功劳 那么他们也是认为呢 就是只有贫穷 才会导致共产主义 所以才会有一个 这个马歇尔计划 马歇尔计划 那么第二个 它是灌输西方这种价值方式 就是要让这个苏联呢 要跳这个舞蹈 唱这个美国人的歌 这个就出来什么 杜勒斯的和平演变战略 那么中国显然 它用这套方式 对付中国人是没用的 是没用的 为什么没用 后面这个第六门 会给大家解释 会给大家解释 那么我们中国 为什么要搞这个经顿工程 经顿工程可以看作为 人体的一个淋巴细胞 淋巴系统 淋巴系统 抵御外面细菌 入侵人体的一个系统 因为我们不掌握舆论 或者说我们不懂得 在之前我们不懂得 如何是这个舆论的 这一块公式 宣传这块公式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 要有这个东西 这个淋巴系统 淋巴 那么 掌握这个人的 这个国家的精神 就是这一套的 这个中心思想 而且我和大家 讲一个概念 其实中国共产党 什么叫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其实中国不是 共产党的这一套理念了 已经不是了 已经就是 共产党他已经唤醒了 这个中国在 这个中华民族的 这个思维 延续下来到今天的 这一套思维 已经被他给掌握了 可能说他在 掌握的当中 掌握的当中 还没到完成的火候 所以说他知道 该怎么样去 这个 让中华民族复兴 所以说他叫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个事业 那不是说一句口号 就像我之前 跟大家讲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这个江泽民 三个代表 胡锦涛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中国梦 到了习近平这一个 习近平 到了他这一任 刚好 是这一套 他们这些东西呢 不是口号 都是一个理论 理论框架 都要复兴什么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伟大复兴 所以说 他的这个执政 他的这一套执政 是目前来讲 实际上 实际上我个人来看下来 是最好的一套制度 最好的一套制度 全世界只有少数几个国家 在用这套制度 但是呢 有一些小国 包括越南也好 包括朝鲜也好 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 古巴也好 他们不是说 今天这个结果 他很 这国家很烂 经济没有什么高楼大厦 他有这个结果 因为他是小国 他抵挡不住 美国的这种封锁 长期的封锁 包括美国也很惧怕 思想高度统一的伊朗 所以他也要去封锁他 但是封锁 不代表是 由于他的这个制度 所导致的这一套结果 而是他的这个 对你的这个邪恶 再加上他的舆论攻势 而且不代表说 全世界你很多国家 都是民主国家 你民主就是胜利 就是正确的 大家可以继续看 除了这个几个西方 他自己这个传统 极其国家 所有的 虽然其他的所有的 这个所谓的民主国家 没有一个是能强大起来的 你发现没有 没有一个是强大起来的 印度 印度不是民主国家 印度是社会主义制度 但是他也选 对 他是也选 但是怎么选都是国大党 是不是 都是 都是国 都是这个国大党 包括日本也是 日本 他也是这个 甲方给你AB两个选项 自民党 共同民主党 这些党 都是从这个 都是听命于这个甲方的 给你乙方来选 是这样一种概念 知道了吧 那么再说说 这个所谓的独裁 中国到底是不是独裁国家 中国不是独裁国家 我可以告诉你 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 不是独裁国家 独裁是一种思维 是一种忠心意识的一种 一种概念 这个才叫独裁 不是说你这个人上去了 你执行这套概念 你就是独裁 显然这个不是 显然是这些 所谓的民主国家 这几个机器国家 他们是真的独裁社会 是甲方杀是独裁者 他换人上去 让你看到 他这个是 这个叫什么 总裁 总统 也就像 像不像董事会 选出来的总经理 其实总经理 很多人都说 有这么一个人 他总统也是类似于 这个一个职位 背后 背后有一个董事会 可以理解为 美国的共计会 是这么一个意思 那OK 他的这个中心意识 他的这个董事会 他一直是最错人 或者是世袭制的 包括在西方 他当时是世袭制的 其实他们是 真正的独裁 是一种垄断 垄断的独裁 寡头 真正的寡头 那么他们垄断 这一切 世袭 让子孙后代 世袭下来 这是一种独裁 而不是说 这个台前人 四年一换 四年一换 或者是两届 八年一换 这个就不代表独裁了 这是他们在掩盖 通过这种表面 来掩盖 他不独裁的本质 但是你中国 现在不是 你以为那些谁 他弄到了 这个钱财怎么样 现在给你限制住了 给你限制住了 都是国内的 都是老百姓的 没有 不是说在谁 那个地方 谁在口袋里面 他没有说谁 我们才是真正的 共和制国家 共和制国家 就真正的是共和 你们要知道 这个辛亥革命之后的 这一套真正的 这套思想是什么 我们是真正的 共和国家 就这个国家 都不属于是某一个人的 只不过是共产党 他这一套框架 在这个地方 但是其实早就已经 概念换掉了 已经是换上 是中华民族的 这个概念 唤醒的是 中华民族 强盛时期的 那一种思维方式 是你中国人的 思维方式 这个是很重要的 大家知道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其实我们可以早就 如果说没有文化大革命 那个十年的话 我们其实早就已经在 恢复这个中华意识了 所以我跟大家这样讲讲 讲一下 西方的现在智库 对国内的某一个现象 他们其实是高度担忧的 大家可能不知道 是个不起眼的一个事情 就是汉服 穿汉服 这几年在国内 是不是穿汉服特别多 但是这引起美国 一些西方的一些智库的担忧 也引起了一些 这个海外民运的 一些人的攻击 一些攻击 那么 国内的现在也在引导这一块 大家不要以为没有引导 就是文化部 文化部 它是在背后起的这个作用的 为什么大家想 教科文位 教科文位 像可以卫生 它可以变成这个卫生基层 那文化部还是一个文化部 是很大的一个部门 这个是 这几年就是国家已经意识到了 文化部这个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我之前已经讲过了 美国大片 它背后是什么 是CIA控制的 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的一个宣传工具 你中国文化部的功能 现在也要给它作用起来了 这个是相当重要的 你不仅仅是你的那套 这个独立于这个国务院部门的 那个叫宣传部 宣传体系 真正你要让中国人强大起来的 是这个文化体系这一块 恢复中国古代的这种文化 就是中国不是古代了 就是说这种文化把文化给它复兴起来 这个国家才真正的有凝聚力才会起来 那么56个民族所构成的民族主义才会强大起来 所以我说过 这个你看这个历史 毛泽东执政之后 所以为什么毛泽东这个人很牛逼 非常牛逼 他有他的 你不能说他走了文化大革命这个错误 你就认为是怎么怎么样 不能是这样看的 那么他在那个把国门关起来 这个是一个过程 要这个肃清这个西方的这个毒瘤 西方这套毒瘤 因为那个时候 国民党其实就是一个汉奸政权 国民党它是一个汉奸政权 是他把日本人给引过来的 他把日本人给引过来 他这个青天白日期 其实就是日本 就是日本 是不是他把这个引过来的 所以共产党讲 国民党这个没有抵抗 确实是真实 包括最后清华日军 就是日本称为这个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 也就是我们称为这个 清华日军总司令的 岗村宁次 他是日本 市军 就是日本这个陆军市官学校毕业的 他和这个 蒋介石他们都是这个学校毕业的 他们都是一伙的 都是一伙的 那么共产党显然就是要 这个抵御这个 外族对我们这个本土的这个路 路侵 你看到没有 国民党 其实在台湾也好 我刚才讲的 台湾是不是 其实是甲方就一个 就是国民党的这一帮人 幕后的这一帮人 他是假 他是 本来他只有一个A的选项 他发现这样的话 不行 这样的话搞台独是不长久的 早晚会被中国给大陆给灭掉 因为你这种 不接触不怎么样 你不接触 不代表大陆是在等待这个 军事实力的 综合国力的提升 在一个时机 他会把你干掉 所以说他会怎么样 他就会这个衍生出来 他的一个另一面 他的另一个诞生出来另一面 就相当于这个 大家看过那个七龙珠吧 比克大魔王 那比克大魔王 他不是自己可以直接嘴巴里吐出来 下一代吗 这个 民进党就是比克大魔王 就是国民 国民党他吐出来的 这一个 也是他的 继承他的衣钵了 你就是给你 甲方还是台独 一直都是台独 他是这个一己自私 A跟B 两个选项 让你台湾岛民 乙方你来选择这A跟B 当然了 现在他有点玩了过大了 这个B已经不需要他们了 他自己要做主了 本来不提醒他们 要自己要做主了 所以说你看这个民主多么混乱 是不是一个骗局 很混乱 所以跟你讲 这个你多出来选出来的 这个人住多了 就代表民意了 那你要考虑剩下那一部分的怎么样 那OK 与其这样 我们还不如说我们老百姓 给你出议题 让你政府去做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在执政的 大家要看清楚 所以我跟大家讲 他为什么惧怕人民 他不敢这个轻举妄动造势 或者是怎么样 他是惧怕这个老百姓 这个阶层的 这个是他的执政基石 那你去看 在这个闭关锁国的那几年 他是在清除这个西方运动 要恢复中国人自己的东西 那么显然当时 在文化大革命的这个十年当中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当中 其实这个是很好的 要恢复这个中国这个文化 只不过老毛呢 他有一些这个错误 有一些错误 那么这个 在之后呢 就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了 包括1989 其实就是东欧巨变的颜色革命的延续 颜色革命的延续 当然被这个伟人啊 邓小平给他镇压下去了 其实啊 大家我要给大家一个新的一个 一个 一种说法 其实不是邓小平 邓小平当时还是有犹豫的 真正起决定作用的 让导致这个邓小平 下载他这个命令的人 是谁 陈云 是我们上海人 一个叫陈云的 这个 这个陈云这个人 他是这个真正共产 所以说 很多海外民运啊 他 真正懂民运的人啊 他是很恨陈云的 邓小平赤字 第一恨的是陈云 而不是邓小平 你只要看 他只要讲这些国家的人 但是他不讲这些边缘的 就是说在边上的这几个 那完全他就是不懂得这个民运的 他是没有营 在骗你们钞票 骗你们钱啊 就好像我讲了那些台湾 他说中共国习近平 但是你不讲王虎 你不讲中圈系统 不讲这这套理论的 你赞成不了他这套理论的 那你都是打嘴炮 刷嘴皮子啊 只不过是一种 借助了这个东西 来掩盖自己的一种 狭隘的一种 区域性主义啊 因为说这种话的人 很多他是黄皮肤的嘛 对不对 他是一种区域性的 一种狭隘主义啊 可能他觉得 我现在靠拢这个美国了 靠拢哪里能了 我觉得我很强大 我很牛逼的 我靠着强者 我来欺负你落着 我就好像你这个 在班里面 这个同学 你们上学的时候 不是有吗 你班里同学出生矛盾了 被你打了一顿 他打不过你 他啪 跑到校外去叫几个小流氓 在放学的时候等你 就这个套路 知道吧 所以他会有这种思维的 他这种讲法 就他什么根本东西 什么都不懂 这个是其核心的东西 那么我 那么我去讲 那么颜色革命 没用之后 那么西方也发现 对这个以主体民族 汉族人来讲 他这一套办法没用了 他怎么办 他就开始搞 是你这种 搞这个僵毒 跟这个藏毒 这个藏毒 也是一直开始 就是搞了 僵毒跟藏毒 搞你少数民族 把你煽动起来 但是这几年 由于中国的 这个大陆政策 对这些民族 都是很不错 对我们 也是我们56个民族里面 对吧 很不错 声音也被压下去 再加上达赖 达马 马上就要挂了 新的精品 撤签 又要开始了 所以说 这个问题 也不是什么 什么大的问题 再加上新疆 这些年 确实发展不错 再加成全国 这个过去治理 包括他那个 再教育 再教育 就是职业技术培训 我以前出过一期视频 很早以前出过的 他就是职业技术培训 不是什么给你关起来 因为你很多人 他 我之前讲了 他到内地来 他来干嘛 来的 问你买切膏 你要不要 不要 拿个大刀 啪一砍出来 就问你要不要 那很多他人 他没有读过书 他但是他 这个加上一些 这个宗教极端思想 他就会搞这个事情 那现在OK 我让你学习 我让你给你搞 制约业培训 让你有这个 社会的这个获得感 进入到工薪界阶层 社会获得感 那这个问题 就可以去解决掉了 那么现在他 美国跟西方 他拿你这个 少数民族地区 也没用 那他干嘛呢 就搞你香港跟台湾 就搞你香港跟台湾 所以说你们去看 这样理事录 你就理顺了 他就兜了一圈 他就搞到这里 但是今天 彭培奥他自己讲了 就是说 不承认这个香港的 这个 这个自治区的地位了 就是接下来 关税什么都会有影响的 那就是抛弃香港了 抛弃香港了 这样的话 他这样子做 就是让香港那些废青 港独啊 很难堪啊 非常难堪 那香港他也抛掉了 最后就剩下一个台湾问题了 最后剩下一个台湾问题 要怎么解决 其实就是武统解决了 大家看到没有 他在美国对中国的 任何的招数 一个个被破解掉 兜了一圈 就是像一个C型一样 兜了一圈之后 就剩下一个台湾岛了 那OK 大陆已经解决了香港 其实是 今天的美国彭培奥这个讲话 包括大陆国安法出来 彭培奥讲话 美国的态度 就已经宣告了 香港问题已经解决掉了 已经解决掉了 像后一步就是改教科书了 那就彻底解决掉了 包括我过两天 我会和大卫生 还有水哥一起搞个视频 今天我们这个微信群 三连微信群已经建好了 这个大卫生说 什么时候开稿 他随时都准备好 只不过这两天有点忙 可以的话就搞了 这个我觉得也很有必要做 在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大陆同胞 和香港同胞联系联手 摒弃这个隔阂 相互支持 相互理解 一起对抗美国的这个清劳 所以说 我刚才跟大家讲了 你所有的这一套东西 包括这是两会 我也跟大家讲了 两会今天的提案 都是老百姓关心的提案 都是老百姓平时关心的提案 共产党它有一套 在民间的 最小的单位是什么 你们所有的聚会的楼组长 他们是民意收集员 民意收集员 就是说跟那些老头老太 跟大家在一起聊 包括社会当中 它有社会 人民群众民意的 这个情报收集员 都有的 我告诉大家 都有的 收集好这一套之后 层层足迹上报 属于你聚会的 属于里面解决 属于你政党委的 政党委解决 属于你区 县 属县解决 属于你市 市解决 属于你省 省解决 它有一套民意的 然后大了一个问题 全民广泛的一个问题 拿到全国人大 全国政协去讨论 去讲 全国政协 所有的这些政协委员 他自己是不出这个 就是说他自己是不是说 为了自己怎么样 他所谓的代表你 就是什么 把你这个在 开两会之前 这一年时间当中 收集的这些名义 全部汇集到他们那里 通过他们去提出来 通过他们去提出来 所以说这就是 出选择题 让政府去做 你想要执政的 OK 你要听老百姓的话 按照老百姓 一直做事情 你才会持续更久 你才会持续下来 而且它这些 它有历史使命的 共产党 如果说美国不灭亡 共产党它就不会消失 这面五星红旗 这个生成的密码 已经在这个里面了 美国消失了 那共产党怎么样 那就以后再 再后化了 所以说 共产党它最怕的是什么 是人民群众 是民意 人民群众 这就是真正的民主社会 民主社会 人民民主专政 我今天给大家解释一遍 就是这个 那么西方那一套 所谓的民主制度 民主选举制度 是一个很大的骗局 骗你的 我刚才跟你讲 那种假跟AB 跟乙方 这个概念 你们就懂了吧 就明白了吧 所以说 在现在游行 是需要零八系统 做这个精盾工程 也就是所谓的防火墙 是必须要有 抵挡 抵挡 当对方那一个 同样是人的那一个人 他倒下了 那你OK 就可以不需要 这一套精盾系统了 所以必须要有这一套系统 否则的话 病毒进攻进来 破坏你哪个器官 会形成癌变的 会形成癌变的 所以说 这就是莱尔 跟大家讲的这个概念 大家这样听下来 就明白了吧 所以说莱尔 跟大家讲 我之前用很多 记得去的话 跟大家讲 有些人说我 他妈格局 这个格局那个 不要跟我谈格局 我说的一点 深一点的东西 我也会讲 不是不会讲 不是不会讲 我就讲了 怕你听不懂 好吧 这期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 后面两天 关注 我和水哥 还有大卫婶的 风云论坛 以及 我和这个 第六门的 前苏联解体的 前因后果 中国扮演的角色 角色 不是角色 角色 这两个 是很重磅的 敬请期待 感谢观看